大家好,我是林牧師 上個星期我開始錄製一個異象分享的系列 叫做《十價基督與眾不同》 還有一個主題曲叫做《疾風》 普通話版 如果你未有機會去聽的時候 歡迎你回到Youtube找回主題曲 歌詞非常貼近我的異象 還有上星期的第一講 The Crossway is different 是一個總綱的 今天我要繼續開始分享 關於Crossway對聖經獨有的一個看見 下次再回來講福音 再回來講人生 最後講教會 或者你會有一個疑問 你會覺得 不是一間教會對聖經 對福音 對基督徒人生 對教會都有共同的看見 理論上是的 但是實際上不是的 理論上聖經只有一本 聖經只有一個讀聖經的框架 一個方向 你不會說寶羅有寶羅讀聖經的方法 比特有比特讀聖經的方法 約翰有約翰讀聖經的方法 而三個人是不一樣的 他們告訴你 他們三個都是跟隨主耶穌基督 他讀聖經的方法 然而當我們打開《新約聖經》 我們看到有些教會 他會因著他們對聖經 或者對福音的錯誤理解而走歪路 所以寶羅、彼得約翰經常都要 deal with 所謂假教師等等 今天來到2000年之後的今天 其實那個情況也是一樣的 雖然大家都是相信聖經 相信福音 相信基督徒人生 相信教會 但是其實大家對這些東西的理解 可能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是小小的不一樣 但是更多時候可能那個不一樣 是非常顯著 也都是最終它會引來 變成了兩個很不一樣的教會 上個星期我跟大家說 我說差之毫利 謀之千里 差約毫利 謀之千里 我們在我們開始 這間新的BB教會的時候 我們很想這個BB 是踏上這條靜路 也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是非常之著重 或者是在意 我們怎麼去理解這本聖經 怎樣去理解基督徒的福音 基督教的福音 和基督徒的人生 這樣聖經 對聖經的理解 福音的理解 人生的理解 加起來就會引發我們 如何去活出一個真正的教會 正如我們的題目所講 與眾不同 我們要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教會 那與眾不同 令你想起什麼呢? 那最近最hit的東西 當然是利物浦、蓬佩 可能你不是球迷 你什麼來的? 那我2020年 我也有錄過一個 一段分享 又是一個異仗分享 叫做 《紅軍報節王者歸來》 那就是講 利物浦30年之後 再奪聯賽錦標的一些反思 那當然我不是跟你講球 而是我作為一個利物浦的球迷 那我看完其他球迷的分享 再將它引發至延伸到我們的基督信仰 那我當時分享 就是那個 就是你作為一個球迷 我們跟那對球的關係 那當時有球迷說 他說你看球是入心、入屋、入迷 那這個就是 其實信仰就是一個樣子 我們的福音更加是偉大 應該是入心、入屋、入迷 Anyway 講回利物浦 那這次這個 聯賽杯就不是一個大的比賽 就是不是最大的比賽 但是都是蓬佩 都是溫暴萊的球場 那天電視也有轉播 那我當然看了 那我看完之後 差不多兩點多 其實你已經睡不著了 那不斷去到三點 在思想 在看那些精彩片段 因為真的是很奇特的一場球 因為利物浦的雙兵滿營 所以最後要出那些十八九歲的出來打 那這樣 那就是 就是捱到最後 竟然 就是給他入球 那就是不用射十二馬 利物浦的情況 這個情況剛好是對比著他們的對手 車路士 於是創造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警方 如果你有機會像我那樣 去到星期一 我放假的時候 就是 哇 大量的時間都是在網上 再看一下那些人 怎麼去評這場球 去活現 就是想起那場球裡面 很多的東西 那大家經常都在那裡 就是笑車路士的 因為車路士就 早兩年 就有個美國有錢人買了 所以他就 扔了很多錢 我們說的是十億英鎊 下去那裡去球隊 那相反 就是利物浦那裡 竟然雙兵滿營 最後出賣那些小朋友 在那裡踢球 那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就是他們有兩個中場 其實很貴的 就是可以是一億英鎊買的 那當時就是 利物浦也想買它 不過他買不到 就是給車路士就截了壺 於是呢 利物浦結果就買了Ando Ando就是一個日本隊的隊長 那就是打中場的 就是很便宜的 就是相對來說 但是呢 Ando是一個是打贏了他們 這個車路士的中場 於是呢 有個對比就是 利物浦好像一個窮光彈 然後呢 屋樓兼逢夜雨 是吧 已經是去到 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極其的 有錢的車路士 那就是窮到只有錢 我們說 他 但是他 他 他 沒有其他的東西 其他你沒有的東西他沒有 那於是呢 他就 輸了 那一個很大的對比 那我們 我們當時 就是如果你有機會 看回網上的很多的留言 就是利物浦的球迷 就是我們對球 真的與眾不同的 那 與眾不同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對球 有個與眾不同的領隊 高普 那 大家都知道的了 你 你 你由他2015年開始接任 就是大家已經對他寄予很大的期望 那 他經常都說 你給我四年 四年我們要捧背 那真的是捧背 捧背 那跟著 就是去到2020年 大家已經是 就是球迷是如痴如罪 就是覺得高普就是利物浦 高普就是代表了我們的希望 那當時已經有 已經有些 就是球迷開始說 最怕就是高普說要辭職 那他今年就 一月份就說要辭職了 就是他說他累了 那不要說那麼多了 那但是高普就代表著一個與眾不同的領隊 那我小小聲跟你說 其實就不是那麼與眾不同而已 雖然我是利物浦的球迷 雖然我也很喜歡高普 就是沒有人 就是每個人都知道他厲害的了 很棒的了 就是那個感染力是超強的 但是你說利物浦 是不是跟修易斯 或者車路士 真的這麼與眾不同 又不是的 就是你想想他 其實都有 就是一億英鎊可以買個中場 不過他結果那個中場決定去車路士 就不去利物浦 就是說他不是窮的 他是有錢的 他對球呢 其實就是 你說高普如果是沒有錢的 就是他怎麼可能打到決賽 怎麼可能贏到車路士等等 所以不要將他神化到一個地步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明白的 那相反呢 就是這個與眾不同 但是高普是一個很獨特的一個領隊 他的與眾不同 都令我想起教會 就是我想回我自己 作為一個牧師 我怎麼可以 就是成就一間與眾不同的教會 那我對整個理念 就是現在你看著高普那張相片 但是有一個十字架在那裡 你當他是一個牧師 是吧 那你怎麼去 就是你怎麼去對聖經 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理解 福音去一個與眾不同的理解 一個基督徒人生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理解 以至你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教會 那這個是我在想的 就是說真的大家都知道 看球呢 就是純粹是娛樂來的 是吧 真正就是人生永恆 是在於教會 教會是我們每個人的人生 教會是你的人生裡面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不能走的 而教會的興衰 教會的 就是是不是一個與眾不同 只是另外一個巷貨教會 完全是在乎這個領隊 這個領隊是非常之非常之重要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講就是 這個領隊 怎樣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聖經觀 那我作為 就是crossway BB教會的領隊 就是 我經常在想這件事情 究竟我們有什麼 跟其他人不同 我再講一次 我不是為了要跟其他不同而不同 而是 真的 那個問題是要回到聖經 對自己的理解 怎樣去明白聖經 而我覺得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是很多事情已經是離開了 無論是離開了很遠 或者是慢慢離開了 聖經的基本教導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 值得我們思考的事情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問 如果有的人講了一篇道 我們怎麼知道一篇道是不是很道 跟他怎樣去理解聖經 怎樣去揣釋 即去解釋聖經 是很有關係的 那你怎麼知道一個人是講了一篇道道 可能有些人說 你扔他上網 看看他有多少點擊落 那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 是一個瘋倒了的世界 很多時候 你看看youtube裡面 我們叫viral 最多人在不斷點擊的 其實是否真的有永恆價值的東西 沒有的 那我在想 我每個禮拜走去講道 我想要講一篇怎樣的道 我想講一篇 在我的youtube上面 有很多人會點擊的 那叫做好道 還是something else呢 你記得當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 兩個我們叫强盜 其實兩個都是伴亂 來的 就跟他一起同釘 其中一個信了主 信了主之後 耶穌跟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今天你就與我一起 在哪裡 在樂園裡面 paradise 在樂園裡面 在基督教的教義裡面 當一個人死了 如果你是基督徒 就是認上帝 就是認識他 那你就回到上帝的身邊 就是保羅說我活著 就是基督死了 就有好處 那個好處就是 與基督同在好得無比 所以我們說這個人 在樂園裡面 其實他 他沒有身體 即是他的身體 要到最後復活的時候才有 但是他的靈魂 已經與上帝同在了 我們叫做 無論你說 他已經在天上 還是什麼東西都好 總之他是另外一個世代 我有時候在想 如果在 我們暫時叫做樂園 在樂園裡面 樂園哪裡呢 樂園就是 一群信了主的人 死了之後去到的地方 如果樂園裡面 是有YouTube的話 而樂園裡面的人 每個星期在等著 我們地上的人 是崇拜港道 於是他去點擊YouTube 樂園的人 會喜歡聽什麼的 YouTube港道 你明白嗎 所以那個點擊率 就不是我地上的 真理廚房 是真理廚房 多厲害 我講得最好的那篇 都是 又是那百多二百人 在那裡點擊 沒有意思的 但重要的是 這個世界 有另外一個世界 在另外一個世界裡面 在樂園裡面 有千千萬萬 幾億 不知道多少人 即是基督徒 死了之後與處同在 如果你夢想他們 每個星期都在等著 我們的港道出現 你問有什麼的港道 是令他們 那些人 因為那些人跟我們不一樣 那些人 再沒有這個 罪的纏繞 那些人真的明白 福音的偉大 那些人是期待 聽一個充滿著 耶穌基督的福音 在那個世界裡面 什麼的港道 是有點擊率 是會viral 就是去 哇!你一定要聽這個 就是隔壁那個 喂!好 好正啊 那可能跟這個世界 是很顛倒的 我們這裡很流行的道 嘩!這裡沒有東西的 另外那個 哇!好啊!好啊! 這個就是好 什麼是好道 這個就是crossway difference 這個就是我們對聖經的理解 我有兩個slide 是想幫你總結 我們crossway 在crossway 就是我作為一個領隊 是怎樣去看這本聖經的 那這是第一張slide 那我想大家 就是屬我的港道都知道的了 我最喜歡就是 拿這張slide出來 告訴你整本聖經 1189張聖經 66本書 是一本書 是不是? 接著呢 我告訴你 聖經有一個核心 有一個中心 核心是什麼呢?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就是天國的來臨 但是天國的來臨 是來到哪裡呢? 天國的來臨 其實是來到耶穌基督的 於是呢 天國的中心是君王的來臨 那君王在哪裡登基呢? 是十字架登基 所以整本聖經 都是流向十字架的 那我其中以前有一個 比喻 我說 所有的茶經都是洗手盆的茶經 無論你是創世紀開始 啟事物開始 最後都是流向中間的十字架 這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原則 但是一個超重要的原則 但是其實這個原則呢 在我們現在的教會 普遍的教會裡面 無論是香港或者美國 或者是愛國也好 就是愛國好一點的 我想 都是已經失傳的 愛國呢 最近有一個 我們叫做 movement 尤其是年輕的那些 開始有一個改革的運動 是回到這個 以基督為中心的一個港道 香港呢 普遍來說都是沒有的 我記得我剛剛回來香港 沒有多久 那時候在神學院裡做了兩年 其中 去到第二年 其實我是預備著 應該這麼說 回到香港半年左右 在預備著暑假去教這個港道學 那當時 我當然是很努力的 預備這個 以基督為中心 就是整本聖經 所有東西流向的 這個導向 那時候在神學院裡面 還找到一本天書 這本天書 就是神學院 不知道二十幾年前 就有一個很出名的 港道的老師寫的 寫的 寫的是什麼呢 就是以基督 拾教為中心的港道學 啊 這樣 這樣都被我找到 就是在少林寺 找到一個失傳了的秘笈 那當年 我當然很開心地 就是跟其他的同事啊 這樣說 喂 我找到了 其實你 所以呢 如果我這樣教呢 就不是我在教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是離京半島啊 這樣 而是呢 因為少林寺呢 很久呢 就失傳了這個金剛經 那麼現在就拿回金剛經出來 這樣 但是結果呢 就是那個結尾都是不好的 因為我知道我的老闆 就不太喜歡我這樣教 所以我教了兩堂呢 就收檔了 這樣 不知道一堂還是兩堂 我就跟他聊天 但是我都知道他不是很妥我這個方向 我跟他說 不如我就退一下火線 這樣 但是你問我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 這個 不同的 語眾不同的 對聖經的理解 或者對港道的理解 就是可以扭轉 就是創造與眾不同教會的一個最基本 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所以我說呢 我有兩張slide給大家 這是第一張slide OK 跟著裡面 跟著下來 有十五張slide 就不是第二張slide來的 是從這個框架引申出來的例子 那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 Crossway Different 就是基督自保 就是基督自保 進藏的救藥 如果大家知道我在公義堂的時候 以前一開始周浩崇拜之後 沒多久呢 我鼓勵大家讀聖經 讀完新藥 就讀救藥 在讀救藥聖經的時候呢 我就鼓勵大家 就是一層 不如我幫大家一起去總結 救藥的每一本書 而每一本書 我都是朝向這個方向 我想告訴大家 創世記 Triorcaps記 即是你還未記 所有的東西 如何指向耶穌基督 耶穌自保進創在舊約裏 那時候由2018年 是吧? 是2018年 一直到2020年那段時間 我一共有14個講座 講到每一本書跟耶穌基督的關係 很快就通過了 聽聽這題目 這個是《創世記》《墮落舊屬三部曲》 《創意及記》《偶像之家徒生記》 《李美記》《聖結君王保衛者》 接著是《民宿記》《抗野中的大本營》 最後都是跟十字架有關係 接著《生命記》《深授葛禮心愛主》 接著出了《魔西不驚》了 我們現在去約書一下記 約書一下記是《書劍恩仇進加南》 進入加南的美帝或者應許之地 入了加南之後 有《士師記》和《路德記》 《亂世君王真舊主》 接著繼續《烈旺記》 《永約上主三君王》 《三君王》是誰呢? 就是大衛、所羅門和耶穌 所以最後是指向耶穌 因為大衛和所羅門都不行的 好 接著這個是歷代誌 《文約謙卑不滅絕》 接著有《尼希米》 《以色拉》 《以色拉尼希米》 其實是一本書來的 很多聖經學者覺得 《重建甸成、重建文》 《重建甸成、重建文》 好 接著有《以斯貼記》 《以斯貼記》有什麼? 《逆轉生死至高神》 或者是至高主 又或者是《逆轉生死至高神》 因為《神》這個字 在《以斯貼記》是沒有出現過的 非常精彩的一個講座 《若白記》 《受苦易博得榮耀》 《詩篇》 《詩篇》是其中我最喜歡 最開心去講的一個講座 就是《詩詞歌父郭降臨》 《詩詞歌父郭降臨》 很值得聽的 最後是智慧文獻 包括有《詩言》、《傳道書》和《雅歌》 《虛空沉覓》、《新意典》 講到14篇或者14個講座 每個大概是個兩宗 接著我們還有欠一些先知書 才講完《舊約聖經》 我們早兩年就用了一年的時間 講到12小先知書 就完結了小先知的部分 我現在剩下的就是四個大先知 當然包括耶利米愛過美港 我希望退休之前 我死之前 一定有機會講完那我就齊了 舊約基本書 每一本書我都會觸碰 是說什麼呢? 《基督自保盡藏舊約》 說了這麼多這些東西 有什麼用呢? 作用就厲害了 用來治病 治什麼病呢? 這個就是第二章 slide 那個聖經的 與眾不同的聖經觀 第一,《聖經》是一本書 所有東西指向耶穌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 是因為《路加福音》第24章 《以馬五思路上的門徒》 兩個門徒 從眼睛迷糊 心慈鈍 轉化成眼睛明亮 心火焰 非常之 incredible incredible的一個故事 如果大家... 這個也是我挺獨有的 因為你看那些《聖經》書 跟你說了一大堆東西 他就給不到你這個ABCDCBA的構築 但這個就是我那時候 一直在讀這段《聖經》的時候 想出來的東西 我們怎麼可以從眼睛迷糊變成眼睛明亮 怎麼可以從心慈鈍變成心火 而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 所以為什麼我們對《聖經》的明白 是非常之非常之重要 因為你不是這麼明白《聖經》是一本書 然後所有東西流向耶穌基督 所有東西流向十字架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辦法 去做到這個二萬五師路的大迴轉 就是從眼睛迷糊 去到眼睛明亮 從心慈鈍去到心火焰 這個也是我們與眾不同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繼續去聽我們每一篇頻道 你都會看到這個影子 這個框架的出現 因為最終不斷重複又重複 目的是什麼 使我們的眼睛明亮 心裡火焰 下個星期我們下次再回來 和大家分享 我們對福音的與眾不同的理解 多謝